荒陽巨堂 黃燕凱老師 團長藝術總監 也是金魚舞蹈戲劇胡適之家 他是九九潘桃會 今天的最佳詩語以及最佳的指導老師 只是他躲在最後面最後面那裡 都沒有看到他 來說一下你們心目中的黃老師怎麼教你們的 很認真而且很敬善 他會打扮喔也會塑頭也會化妝喔 什麼都會喔 肚皮舞什麼民族每下母都會想 對 你幾歲大名 我少年我顏小姐 顏師姐 顏小姐他會劈腿 劈腿專家誰教了 這是黃老師教我們 黃老師教的 他會教我們肚皮舞 好 好 師姐貴姓 我張虎美 我就是看到黃老師 他跳一齣七仙女的舞蹈 喔跳得真是很棒 對 我就很想參加他這邊 李師兄 誒 我跟妳講黃老師 他很兇 沒有沒有沒有 還說不出來 阿彌陀佛你不能這樣說 是是是 他非常仁慈 是是 非常仁慈 我跟妳講 是 他是 倒倒滴滴的學這個舞蹈 在這個戲劇的出身點 大學畢業的這個戲劇點 專科的 他特特的 所以他對這個變導 現場指導員 那可以講在高雄市找不到第二個 對 正點找不到第二個 你看這是在那個公司 公司 那個電視台那個什麼 全國冠軍的 公司 喔 公司 公司 什麼比賽 公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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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一天你比賽的 十四年 十二嘛 就會十四號 九十七年 比賽是什麼 國國恰恰 國國恰恰 就是那個才藝競賽 全省的才藝競賽 來 師傑 他是年度總冠軍 我們的老師 雖然是個又高又帥的男生 但是他比女人還女人 那個女裝的扮相 真是美得不得了 我們真的很想要恰他一下 那個國國恰恰 這一個年度的比賽 我們的社團出去比賽的舞蹈 都是由他指導的 然後一路賽來拿到總冠軍 聽說你們老師 魏溫怎麼都沒有跟他介紹 當名人啊 我們家沒有女兒啊 隔壁鄰居 多加油 來 請問黃彥凱老師 女裝扮相 什麼時候要讓我們去目睹一下 十二月三十一 在福光山南平別院 我們一會舉辦大戲觀世音 請大家都來參加 十二月三十一 晚上七點半到九點半 何光山南平別院 在中原路二十八號的大佛店舉辦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